7月10日,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、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、紫金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。 正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大型高峰论坛。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、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、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谭田牛等出席并致辞。 林郑月娥致辞时,以个人成长经历,说明学习中国历史、中华文化是建立爱国主义的基础。 我们小时候学习中国节日的时候,都会知道端午节是纪念屈原这位爱国诗人。 我们念岳飞的满江红的时候,都会被这首词的慷慨激昂,和岳飞的爱国情外所感动。 都会记得岳飞母亲为儿子赐上金钟报国四个字的大意。 我们参观圆明园、遗址公园的时候,都会对立强侵占中国感到愤怒。 我们听长辈讲述日军占领香港三年及八个月的事,都哀叹战争带来苦难的同时,也肯定会激发爱国之心。 田学军致辞时,对香港爱国主义教育提出了期待。 他希望特区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、丰富资源,不断健全有关教育法律政策,实现爱国者治港、爱国者治教。 日益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在香港的形式和途径,更好的面向社会聚焦少年,将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实践。 学校坚持爱国正气,教师坚持以身作则。 学生坚持学矣致用。 我们期待爱国主义教育在香港的氛围、环境持续改善。 齐心协力,极卓扬轻,营造风轻气震的香港教育环境。 团结壮大,爱国爱港力量,使国家意识扎根青少年心灵,使爱国精神不断地发扬广大,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备的香港青年。 谭铁牛致辞时进一步强调了爱国主义教育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必修课。 他指出,爱国主义教育要在香港全面系统地推进,让爱国成为香港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。 环境世界,所有国家的人都会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暂时自己的爱国之心。 香港的教育绝不能培养,长着一张中国脸却不是中国心,没有中国情,缺少中国味的人。 香港的教育应当将爱国治理名头清晰,深入人心,让爱国理直气壮,让爱国成为香港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。